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才刚亮 监视器可见右上方的老公寓 突然窜出火光 还有爆炸声响 下一秒火势全面延烧 警察人员花了快一小时 赶紧把火势扑灭 胡调人员重回现场 进到公寓里头勘验 外墙已经焦黑一片的老公寓 其中一楼小吃点 整个面目全非 清晨二火总共延烧四栋 最严重的两栋老公寓 几乎都是住在高楼层的住户 主要都是遭到呛伤 熄火的老旧公寓 大约五十多年了 但是出入的逃声口 都只有一楼这个大门 导致火灾发生的时候 很多住户都来不及逃出 因为没有后门 加上消防设备有疏漏 装设的警报器也没有响 能互通的两栋老公寓 一楼有卡拉OK跟小吃店 二楼是麻将间跟饮酒协会 三楼开始到五楼顶家 都是出租套房 总共约有十六到二十个隔间 那五楼也有人租吗 有有有租了两个人 两个人 他的儿女都回大陆了 我们继承的啦 这老房子五十几年了 原本就有隔间啦 原本都有啦 住在顶家的夫妻党 在对面开小吃店 火灾当下也被呛伤 初判起火点在一楼往上延烧 因为出租套房都是隔间 有没有违法问题 都得等后续理清 三楼江文贤王家有SNG小组 台北报道